北京最狭长的室内公园迎来了它每天高达万人的流量 它就是横跨朝阳与海淀两区的北土城公园 这个长度接近1.8千米的市民公园 其实是依托土城修建的 北土城它修建的时候就是用土夯住而成 七百多年的时间虽然让它的现在成高不足当年修建时的一半 但它北向的缓坡与护城河之间修建的公园 已经成为了这个季节市民的最爱 海棠的别名为香丝草有着丝香的含义 不知道我们看到今天怒放的花朵 是否还会想到当年的著成人 如果大家看到这种花朵就会让它拍过 你可以怎么看